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节目播出的时间是9月2日 今集节目的题目是 《中国道路的维护费用应该是由谁来支付呢?》 事远最近中国内地的网民在讨论一个时事热点 是关于很多省份的国道又开始恢复收费了 国道是国家干线公路的简称 根据它地理走向分为三个类别 如果你在中国内地看到路牌上写着 G字头有三个数字的就是国道的标示 而这三个数字里面 第一个数字是1、2、3 而一开头的是首都放射线 即是由北京作为中心作线面辐射的公路 一共有十二条 而三个数字里面 以二字开头的是南北走向的线路 而三字开头的是东西走向的线路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将贴了济南黄河大桥收费站的批复文件 里面说济南要在黄河大桥上新增一个收费站 收费期限是25年 结果评论区一堆网友都表示 自己的城市也重新启动了国道或大桥的收费 关于这件事,网上有不少评论文章 他们都带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例如第一点就是地方政府是没钱 尤其当房地产现在这个行业受到挫败之后 地方政府不能再靠卖地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 各个地方的政府就没有犯法继续补贴这些道路的维收 只好是重新收取道路的使用费用 很多人也指出,事实上中国在2009年推行燃油税改革后 才开始逐步取消国道的收费 而在2009年之前,国道的收费事实上是非常正常和普遍 而很多评论也指出,最近新能源车崛起 但新能源车是用电能,不会使用燃油 因此他们都不需要交燃油税 也就是新能源车的兴起减少了燃油税的收入 令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负担道路维收的费用 这些主流观点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如果我们回顾更多的细节 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 下来我们可以看看什么叫公路养路费 在1950年7月9日,中国交通部印发实施了公路养路费征收暂行办法 贯彻落实政务院规定的用路者养路的原则 这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部关于征收养路费的强制性规范文件 自此公路养路费成为公路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直到2009年被燃油附加税替代 当年的养路费是按照不同的车型定期收取的 与这辆车有没有上路有没有行驶是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是希望道路的使用者承担道路的维护费用的话 这个固定或一收取的养路费并不是一个最有效和最公平的做法 在2009年的改革中,中国使用燃油附加费取代原来的养路费 在这个改变之下,开车开得越多,使用得汽油越多的人 就要交更多的税费 而这个做法自然是更正确还原了政策的原来精神 在今时今日,如果你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 每入1元的油事实上大约有50% 交给政府的税费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内地入油的这个价格 即使是计算这个税费,在国际上也不算贵 事实上可以说是挺便宜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事实上这50%的税费 丑集得来的资金是否足够中国全国道路的维护费用呢? 在去年6月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朱志强等人 在《公路交通科技》这期刊上发表了一篇 《成品由税费改革对公路交通发展影响评估与建议》的文章 这篇文章里提到,当前中国普通公路的养户资金需求大约是6000亿元 即便将替代原公路养户费的部分资金全部用于公路养户 再加上目前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大约1000亿元 每年仍然存在约3000亿元的资金缺口 资金供需矛盾突出将直接导致目前全国 约40%的普通公路路况处于中差水平 只在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也看到好几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原来现在全中国每年维护普通公路资金大约是6000亿元 但事实上资金不足,能够拿出来的只有大约一半左右 只有3000亿元 这个那么大的缺口也就是不足够的部分 不是简单说是因为新能源车用少了汽油就可以解释到 因为新能源车占全中国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5%左右 即使这些车是不需要入汽油,不需要缴交燃油附加税 它对于燃油附加税收入的影响不应该有3000亿元 一个明显来到直接的结论就是 现在的燃油附加费实际上是收得不够多 需要大幅度增加燃油附加税的税率 才可以有希望弥补3000亿元的差额 而文章中提到资金的供需矛盾即不够钱 是直接导致目前全中国大概40%的普通公路路 路方处于中差水平 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令人担忧 也难怪因此有时我们在报纸上 都会见到一些公路塔坊的新闻 最近有一篇学术论文被广为传播 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一本叫《中国公路》的期刊 它的标题叫《高速公路养护期收费制度的思考》 我们只需要很简单地看看责要部分内容 他的责要报应提到 2018年12月公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 高速公路未来实施两阶收费 即上债期收费和养护期收费制度 对于养护期收费制度 社会上仍然对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实施操作等方面 存在一些质疑 《养护收费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进入养护期收费的方式》 《养护期收费运营主体》 《养护期收费运营主体》 《养护资金管理等重要制度》 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原来中国现在的高速公路 只能在上债期这阶段进行收费 也即是政府如果是为了建高速公路需要做借贷 在这个上还债务的阶段中可以收取费用 而在高速公路收费到期后 按照现行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规定 这些高速公路的性质将会转变为普通公路 进行公路法第36条的规定通过税收的方法 来满足这些普通高速公路养护资金的需求 也即是取住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 他们已经是偿还债务后 他们就不应该继续进行收费 而这些道路的维护 应该是透过之前说的燃油附加费 里面收集到的税费来进行这些普通 免费公路的维护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中国 面对着一个结构性的挑战 中国在过去十多二十年里 建了很多新的高速公路 这些高速公路在他们刚刚开始 以营允的时候是可以尽量收费的 但当这些高速公路已经是 偿还债务 即是回收成本后 按照法规就不能继续进行收费 而这些道路的维护 应该是从燃油附加费里统一去支出 但刚才也说到燃油附加费 现在是不足够维护既有的公路的 现在每年的资金差额有三千亿 而未来随着越来越多高速公路 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收费期 理论上以后这些公路的保养 又需要在燃油附加费里的钱去做支出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燃油附加费只会是越来越不够用 这个资金的缺口只会是越来越大 因此就是刚才说到 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就公布了 这个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希望未来高速公路 实施另一个阶段的收费 就是叫做养户期收费 概念非常简单 即是公路在常债期后 不会变成免费 而是会继续收费 只不过可能是收少些 但也要收回公路维收和保养的费用 但这些文章也提到 中国社会上仍然对于设立 这个养户期收费的制度 有没有必要性是有一些质疑 今集《时事观测》讲这个题目 除了是因为它是最近一个时事热点之外 事实上也和上星期我做的那一集节目有一个呼应 上一集节目讲到 中国现在是为私人住宅 老旧后如何进行一个长期维护 进行一些法律上的改革 提出了一个叫做住房养老金的制度 即是为一间屋去养老 而事实上今次这个道路维护的问题 亦是说如何帮道路养老 无论是养老费也好 燃油附加税也好 拋开具体与专业的立法细节 有几个大原则始终我们都避不开 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今时今日在中国买车便宜 用车便宜 这些维护费用收取不足 自然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当我们从兴建新浩的阶段 转化到一个运营既有道路的阶段 无论是政策还是居民 他们的思路都要发生改变 很多东西未必一定是 越便越底就是最好的 支付合理的费用 可能对长远的健康发展更有利 这集节目到此 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国海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